KONNICHIWA YA DESU KONNICHIWA TOBEE DESU 有在關注粉絲團或是IG的人應該知道 我前陣子跟東京走著橋的森幽包博 一起去拍了...一起去外面拍了影片 我們就拍了一整天 然後呢主題是在日本不能做的十件事 然後這間影片已經出來了 這一次呢就是嘗試了就是不同的手法 在外面拍了一整天從早拍到晚 然後剪出來影片就大概快要兩分鐘而已 真的就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然後呢裡面講到的一些就是介紹在日本旅遊的時候呢 就是要注意的遵守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總共實踐 然後你可能一次看實踐會覺得很麻煩 其實都是一些小事 然後呢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呢 都一定會有老鼠屎 就是比較不遵守... 就是會有比較不遵守一些事情的人 所以呢日本人當然也有 所以下面的十件事情呢 他們有可能有些人也不會遵守 就像台灣也是啊 台灣就算有一些規則 還是會有一些老鼠屎不遵守嘛 所以大家就輕鬆的看一下吧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Let's go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來日本有絕對不要做的十件事 是 口罩給你 謝謝 記得有感冒症狀一定要戴口罩喔 好帥喔 等一下 在日本是不能隨便脫發日本的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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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這100萬拿來掌 也要幫我吃一下 不然我自己吃就麻煩你掌 大神教室運送進去的時候呢 請不要講電話喔 在東京的話呢 總部一定要站這邊喔 哪個都喔 在日本的大計程車 千萬不要自己動手開車門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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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是不可以變走變吃的喔 都記得遵守先下後上的禮儀喔 吃飽了這泡在正老師 趕快丟這邊吧 販賣機的旁邊垃圾桶子 拿來丟瓶罐喔 最後一個耶 我要吃 等一下 在日本用筷子護甲 是筋骨的意思耶 掰掰 掰掰 他沒有回頭跟我說再見啊 記得在日本要回頭說再見才有禮貌喔 對不 以上就是 在日本旅遊絕對不要做的十件事 我是車友包婆 我是阿雅 掰掰 我們現在這是在哪個地方 我們在地下鐵博物館 你現在這個 車長試駕也可以進來對不對 太猛了 來廣播一下 來廣播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哪個地方 我們現在是有什麼地方